一、土豆经验之一修心养性之至行以善。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时时言善,不如行以善事。 终身行善,须防做错一件。 进来的,说说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善事吧。 以下是我所知道的善事,大家可以继续补充。 一笑着父母。 二不解淫。 三放生。 四吃素。 五植树。 六印经。 七念咒。 八佛前献花果油。 九礼拜诸佛。 十修建寺庙。 十一修桥驾路。 十二忍人难忍。 十三忏悔过错。 十四怜悯功劳。 十五爱护儿童。 十六让作福人。 十七救人危急。 十八成人之美。 十九朝山败颤。 二十恭敬师长。 二十一不识穷苦。 二十二赞叹他人。 二十三与人为善。 二十四爱尽存心。 二十五劝人为善。 二十六设财作福。 二十七护持正法。 二十八行人难行。 二十九横顺众生。 三十和颜悦色。 三十一既武幽民。 三十二有能识教。 三十三则而不变。 三十四行善回向。 三十五神心清静。 三十六经济学习。 三十七手持戒律。 三十八诗人要识。 三十九众善奉行。 四十诸恶莫作。 日行一善。 转自读者。 他父亲是位大庄园主。 七岁之前。 他过着忠明鼎时的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所生活的那个岛国。 突然掀起一场格达命。 他失去了一切。 当家人带着他在美国迈阿密登陆时。 全家所有的家当。 是他父亲口袋里的一打已被宣布废纸流通的纸币。 为了能在一国他乡生存下来。 从十五岁起。 他就跟随父亲打工。 每次出门前。 父亲都这样告诫他。 只要有人答应教你英语。 并给一顿饭吃。 你就留在那儿给人家干活。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边的小饭馆里做服务生。 由于他勤快。 好学。 很快便得到老板的赏识。 为了能让他学好英语。 老板甚至把他带到家里。 让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一天。 老板告诉他。 给饭店供货的食品公司招收营销人员。 假若乐意的话,他愿意帮助引荐。 于是。 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 在一家食品公司做推销员兼货车司机。 临去上班时。 父亲告诉他。 我们祖上有一条遗讯。 叫。 日行一扇。 在家乡时。 父辈们之所以成就了那么大的家业。 都得益于这四个字。 现在你到外面去闯荡了。 最好能记着。 也许就是因为那四个字吧。 当他开着货车把燕麦片送到大街小巷的夫妻店时。 他总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 比如帮店主把一封信带到另一个城市。 让放学的孩子顺便搭一下他的车。 就这样,他乐呵呵地干了四年。 第五年。 他接到总部的一份通知。 要他去墨西哥。 同管拉丁美洲的营销业务。 理由据说是这样的。 该职员在这去的四年中。 个人的推销量占佛罗里达州总量的40%。 应予以重用。 后来的事。 似乎有点顺理成章了。 他打开拉丁美洲的市场后。 又被派到加拿大和亚太地区。 1999年。 被调回了美国总部。 任首席执行官。 就在他被美国猎头公司列入可口可乐。 等世界性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候选人时。 美国总统布什在竞选连任成功后宣布。 提名卡罗斯。 古铁雷斯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商务部部长。 这正是他的名字。 现在。 卡罗斯。 古铁雷斯这个名字已成为。 美国梦的代名词。 然而。 是人很少知道古铁雷斯成功背后的故事。 前不久。 华达成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去采访古铁雷斯。 就个人命运让他谈点看法。 古铁雷斯说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命运。 并不一定只取决于某一次大的行动。 我认为。 更多的时候,取决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善许。 后来。 华达成顿邮报。 以。 凡真心助人者。 最后没有不帮到自己的未提。 对古铁雷斯做了一次长篇报道。 在这篇报道中。 记者说。 古铁雷斯发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简单的武器。 那就是日行以善。 看来,帮别人便是帮自己。 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说就是善有善报。 日行以善,莫居逆于这字眼,一定要每天做一件好事。 只要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就慷慨地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吧。 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 还要记住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一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不佳,必有余秧。 从古到今,无数的势力证明这是治理名言。 春秋时,有一个姓严的人主动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舒梁哥, 理由是舒梁哥的祖宗基有大德, 子孙后代必然有出类拔萃的人物。 后来果然生了孔子。 杨少师是福建建宁人, 他的曾祖,祖父都靠百度为生。 一次洪水泛滥,房屋倒塌, 溺死的人顺流而下。 其他的百度人都忙着捞取财物, 只有杨氏父子忙着救人, 不举遗物。 大家都嘲笑他俩是笨蛋。 但事过不久, 差异便显现出来。 到了杨少师那一辈里, 家境开始渐渐好转, 而其他的百度人, 有的没有后代, 有的依然贫穷。 少师年少的时候, 就机敏善学, 崇贤尚德, 深受乡里人称道。 少师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登上了仕途, 做了很大的官。 他子孙众多, 家业兴盛, 出现了很多贤德的后代。 宁波的杨自成, 早年坐县里的牙抑, 他心地善良, 守法公平。 县长经常刑罚囚犯, 杨自成耐心劝解, 使县长渐渐平息漏恼怒, 不再鞭打囚犯。 一次, 杨自成看见几个从杭州来的囚犯, 饿得脸色贴青, 便和妻子商量, 妻子将家里准备做饭的米拿出来, 给犯人们煮粥吃。 他不断积累善行, 后代子孙开始兴旺起来, 其中有许多人做了高官, 成为当朝的明臣。 明英宗正统年间, 布正思泄都是奉命捕杀在福建作乱的邓七余党。 他找到了乱党名册, 对罪过轻的人, 做了标记, 并且严格告诫官兵不可滥杀无辜, 因此保全了万人的性命。 后来他的儿子谢迁中了状元, 官智宰相, 孙子谢丕也中了炭花。 太史冯安的父亲做学生时, 有一年冬天清晨上学, 在路上遇到一个倒在雪地中一块冻箱的人, 就立刻脱下自己的皮袍给那个人穿上, 并扶着他回家救治。 当晚就在梦中得到神灵的指点说, 你救人一命, 出于智诚, 我派宋朝明将杭齐做你的儿子。 后来生下了卓安, 取名叫齐, 长大后成为明朝的重臣。 台州有个姓英的人, 壮年时住在山中读书, 夜间常听到有鬼怪做宠教闹。 有一夜, 他听到鬼在谈话说, 某妇人因丈夫外出, 很久未见归来, 公婆以为儿子死了, 逼迫他改嫁, 明天晚上他会来这里上吊。 鬼又说, 我从此有人代替, 可以转世投生了。 因公听到了这番话后, 立刻卖掉了田地, 得银四两, 并假造了一封家书, 一起寄送给了妇人的公婆。 公婆见了银子和书信, 认为儿子还活着, 因此也就不再逼迫儿媳改嫁。 后来他们的儿子果然回到家中, 夫妻也得以团聚。 救了妇人一命, 却使鬼失去了替身, 庆公便安静地等待鬼的祸虫。 没想到却听到鬼说, 此人心好, 不久就要做尚书了, 我怎么能降货给他呢? 因公从此更加努力做善事, 不仅自己成了名臣, 而且有许多后代子孙 也当上了高官。 常属县人徐凤竹父亲十分富有, 碰到荒年, 不仅免收田租, 而且开仓赈灾救贫。 平日里, 凡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 他无不尽心尽力。 父亲积德, 会及徐凤竹, 他后来当上了两家巡抚。 嘉兴有个人叫图康喜, 做刑部主事时, 经常亲自到狱中探查案情, 发现了十多件冤案, 就秘密报告给上级, 使受冤枉的囚徒得到释放。 后来他又建议设立减刑官, 查荡平冤, 被朝廷采纳, 使许多冤案得到平反。 有一天晚上, 图康熙梦见神灵指点说, 你命中本应无字, 但减刑的是, 正和天心, 上帝特赐你三个儿子, 都想高官厚禄。 过了不久, 你的夫人就怀孕了, 先后生有三个儿子, 名叫英笋, 英坤, 英俊, 都当了大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原来,